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前阵子我们给大家报道过 有一名男子在吉隆坡某一家商场使用代客博车的服务 结果他的车子被偷走了 但幸好当时他的车子里面有一个追踪器 所以才顺利帮他找回失去的车子 那么最近的新加坡也发生了另外一件类似的案件 一样是靠了一个追踪器揭发了一起盗窃案 但新加坡的这名小偷偷的不是车 他偷的是银行存款 话说有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45岁印尼女佣 偷偷记下了失智雇主的提款卡密码 在半年内倒提接近10万令吉 把户口里的存款通通榨干 那根据新加坡媒体的报道 这名83岁的男雇主在2021年被诊断患上失智症 再加上年纪大了 行动不便需要做轮椅和住拐杖 家里就请了一位女佣 负责日常家务和照顾男雇主 并与男雇主夫妇住在一起 目前已经工作了两年 那男雇主的妻子在受访时就表示 其实这名女佣的工作表现很不错 平时还会推她的丈夫出门晒太阳 因此两夫妻都没有提防她 突然有一天呢 男雇主的儿子去探望爸爸的时候 她就发现怎么家里有一封地方政府写来的信 要求她的爸爸必须要缴付一笔杂费 当下这名儿子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平常来说的话 这笔费用是通过银行 是已经设定好自动转账来支付了 为什么这次就没有付到钱 还要请政府寄信来讨债呢 难道这个户头里面不够钱了吗 啊 于是呢 儿子就检查爸爸的户头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户头里面真的有多笔提款记录呢 但大家想一想 明明他的爸爸患有失聚症 怎么可能会自己跑去银行提款呢 那这个时候儿子想起 之前他买了拐杖给爸爸 并在拐杖上装了一个追踪器 毕竟爸爸曾经在附近的巴沙走失过 那追踪器是为了防止失职的爸爸再次走失 这次发现钱不见后 儿子就马上检查追踪器的记录 发现爸爸在前段日子不断地去银行 这才揭发了 原来女佣在得知男雇主的提款卡密码后 萌生偷钱的念头 于是把密码偷偷地记下来 然后每次借着外出散步的机会 带着男雇主去银行提钱 这名女佣在半年里一共提走了两万八千多新币 你换算过来是已经接近十万令吉了 那最后老先生的户头里只剩下164令吉 男雇主的儿子发现之后马上去报警 而那名印尼女佣现在已经在法庭上认罪 而法官下判的时候指出 男雇主年纪这么大了 又患有失智症属于弱势群体 但身为女佣的被告 理应照顾这名男雇主 却偷走了他巨额的款项 最后呢 法官就判女佣要坐牢12个月 也许咛 美女佣 也许可 我们必须